這個風靡全球 而且你上IG會看到非常多 時尚的歐美名人 知名的部落客 他們全部都在 整周圍這個視頻 在全台灣 因為受到非常多人歡迎 已經開了11間的專櫃 今天我帶你來的 這間南西店 它是 所以空間非常地寬廣 什麼款式都有 如果你想要全身打包回家 今天就是最好的時間 太好了 好期待 走… 韋汝 我現在帶你來選的就是這些 我們先從這一條 對 我先跟妳說 其實這一個組合 它叫做一個非常優雅的法文 學著我一起唸 好 Honchang Mai Honchang Mai 對 它的 你看到它的鏈條 都是用水手型的鏈式設計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在拼接的過程裡面 它有非常漂亮的金鑽 去鑲嵌在它的珠寶飾品上面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手邊的這個是玫瑰金的 它有包括項鍊 耳環 手镯 然後如果你喜歡黃金色的 金色的也有 你看這一組也是同一個系列 白皙的女生 我非常建議 在這個季節 你可以選擇 玫瑰金的系列 我現在就讓韋汝來試戴一下 Honchang Mai 這個玫瑰金的系列 你看 女神就這樣子 瞬間變出來了 這個系列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特色就是 你可以混搭 可以迭代 大家今天穿的是 稍微比較低領的 所以露出漂亮的鎖骨 我覺得利用鎖骨 跟我們兩層式的 就會做出來一個 非常豐富的層次 看起來就會既有這種 名媛的氣質 又有這種女神的味道 除了這個款式之外 其實剛剛是不是有講到 它有這種很簡約的 像這種簡約的 我覺得在日常生活中 就非常適合你 可能上班的時候 不能穿得太浮誇對不對 來 玫瑰 你可以帶帶看 好 而且你翻那個IG上 歐美最紅的時尚部落客 全部都在帶這個品牌 都是整組的 除了這個系列以外 其實今年他們還有其他的系列 我覺得非常之厲害 就是這個 剛剛我跟玫瑰 一直在偷偷討論的 你看它上面 是不是有愛心的形狀 再加上心電圖 這個就是Vilatine系列 親人系列 它有分玫瑰金跟銀色系兩種 我讓你來試試看 你看 從女神變成戀愛中的女人 有 我現在覺得有點散發光芒的感覺 真的 戀愛中的女人 當完了之後 有一個系列 我覺得也非常的厲害 就是在圍如的正前方 這些金色的愛心 再加上有非常多的英文字母 這就是這個品牌最有名 而且非常受歡迎的定製系列 它的這個姓氏是L開頭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一個L 一個L的定製款 再加上 一樣Low是最重要的 那薇如我們把這兩個 來試戴看看 我覺得這一款項鍊 戴起來的感覺就是走向潮流 然後你也可以很優雅 就是不同的風格就有不同的面向 對 錄完就逛一下好不好 因為今天這一集播出來 我老婆看到 如果我沒有買一條孝敬的話 我應該回家會等著罰櫃 所以我們趕快來逛一下吧 好 我們去逛 來就是做這個高級珠寶起家的 我們用高級珠寶的方式來做成 大家比較容易入手的飾品 讓大家能夠享受 像高級珠寶一樣的做工 但CP值更高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出來了 比如說這個系列 是他們家的Arches系列 然後它同一個系列也有 譬如說像這樣黑色的 No 這個是 好有個性 耳扣 它是戒指 這個不是戒指 其實我覺得你 偶爾也可以當成戒指蛋 但它其實是設計成耳扣 你看非常 我覺得非常帥氣 很有態度的這種 蛇 所有的款式 每次蔡依林都有 對 因為就覺得很酷 很有態度的方式 你看像這個項鍊 好貴氣 是不是 好漂亮 我覺得這天才這樣就不一樣 這一定要看 好幾百萬 好多鑽石 對 你的朋友一定會覺得 這應該好幾百萬吧 對不對 過得不錯 如果你在搭配上它 譬如說 他們家的同系列的手環 好幾百萬 很漂亮 你看 可以賣房子了 很有態度 但是又讓人家覺得 它的做工 或者是它整個的價值 非凡的這種感受 然後它在 這個蛇的眼睛的部分 它會有譬如說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他們家的 這個黑色系列 這男生也可以戴 戴起來更好看 戴起來像是三條的做工具 對 或者是 其實現在非常流行珍珠跟母輩 其實你們常常逛金瓶 我知道現在很流行珍珠 以前都覺得珍珠是比較媽媽的 對 比較有年紀的 比較尊貴的 現在 年輕的女孩們超愛珍珠 超愛那種復古的感覺 所以他們家的這個 Antonel系列 它透過了 不對稱的方式 把珍珠跟母輩做結合 你看 戴起來更好看 對 好好看 或者是你看像它的耳環 它的耳環它就是做成 你看它也是把珍珠跟母輩 放在一起 我們來試戴一下耳環 好啊 好好看 好看 這一個系列是智琳姐姐很喜歡的 智琳姐姐在像她拍廣告 或是出席活動的時候 她很喜歡選擇這個系列 作為她的飾品的搭配 珍珠基本上它是 或者是像 漂亮 或者是像他們這個珍珠母輩系列 它有出字母 所以你看這個是K 是我的K 這是思萍的J 其實他們家一直以來 在訂製這個部分 都有提供這一個 這個系列 剛剛Crazy Love系列 它可以定製手環 我們的英文名字 它除了字母之外 它還有很多的符號 然後它可以選擇 13到17個字母左右 來定製手環 它這是裡面的字母 你可以全部挑 當然它有一些是現成的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挑選字母 數字可不可以 也可以 很多它有數字 然後字母 然後這個符號 不管是你的手環 或是你的項鍊 或是你的戒指 都非常流行 就是你去把它做 多層次的迭代 你會發現迭代之後 反而看起來年輕 對 單代的時候有氣勢 迭代之後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所以推薦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一個嘉賓 謝謝